二,从人物入手 从人物特点入手也是很好的方式 因为相对于来说 人物的元素特征是比较好抓取的 也更能帮助梦者联系到现实对应人物 记住因为梦的功能是验证公式 所以会采用换源法 也就是说梦类人一般并不是现实中那人 甚至有时候你本人也会以别的形象出现 这个梦是我一名年轻的女性友人提供的 她为人善良 容貌和工作能力都很出众 目前单身 梦121 男神坐在我腿上 妮可 女 31岁 吊尸 梦到我心中的一位已婚的男神 住 是指寝慕的对象 在找我 在我耳边告诉我 他发生了什么不开心的事 说要请我唱歌 然后我们去了歌厅 很多人在排队 我就坐在室外花坛斜坡上等 男神坐到我腿上 我嘴上说这样不合适吧 心里却又窃喜又害怕 我就站了起来 走到旁边搬了两个塑料凳子过来 回来发现原地有一个中老年的阿姨 和一个像小女孩的人 他们好像是要和我说男神的事 然后男神站到了远处 我就跟着他走进歌厅 我说碰到了一个阿姨和一个小孩子 男神说 那个不是小孩子 感觉他好像认识那两个人 却又不愿意多说 店里人很多 男神碰到了熟人 我很理解地同意他和别人聊 后来我和男神还有交流 但也没唱成歌 解析 如果问这个梦的重点人物是谁 读者无疑都能一眼看出来 是男神 那么从人物入手的技巧 就从提炼男神的元素特征开始了 为了行文通畅和阅读方便 以下这篇分析中的对话 做过一些微调和补充 也精简了一些重复 或不太相关的内容 请你以直接迅速用几个词 来形容这位男神 有能力 喜欢端着架子 感性 你能从这几个词想到其他人吗 我的女领导 为什么想到她呢 梦里男神是从左边靠过来 坐我腿上的 昨晚女领导和我近期里坐着聊了很久工作 也是坐在我左边 女领导和男神之间还有哪些共同点吗 女领导强势 干练 做事理性 带人感性 男神有能力 也有感性部分 还有吗 她们在各自的专长范围内比较专业 都有较强的 层级观念 有架子 能说说你分别和男神与女领导的关系吗 女领导很提携我 但有一次因为工作原因 我和她发生了争执 之后有了隔阂 她曾希望我和她讲和 但我一直回避 后来我时常纠结是否主动与她讲和 终究觉得实际不对 男神是我尊敬和喜欢的 也曾暗示对我有好感 在我和女领导冲突之后 她帮我做了很久的思想开导 但她毕竟已婚 所以我有时候会回避她 那这么看来 男神和女领导 除了你刚才说的性格 共通特点外 她们在和你关系上 也有相似之处 你指哪些呢 我尝试提炼一下 你看有没有感觉 一 她们的地位在你之上 二 都帮助过你 三 都和你有一层隔阂 你再梳理它们 四 都希望以你和好 你觉得呢 嗯 厉害 你总结的比我到位 那从梦中男神主动坐你腿上看来 昨晚你和女领导的亲切对话 也是她主动的 对吧 是的 那你梦里从旁边搬了两张凳子 要分开坐 看来从内心还是想划清巨雷 昨晚你领导和我谈话 让我感到亲切 久违 但毕竟是我和他争执后的第一次进巨雷接触 内心是有巨雷感的 这里体现了你的一种与人相处关系的心理公式 即 虽然内心希望走近 但会不自觉地保持巨雷 你觉得呢 确实是的 这种模式让你想到近期什么事吗 我想到昨天中午 我前男友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可能也是这个梦的原因之一 你和前男友之间曾发生了什么呢 之前我们发生了冲突 我主动提了分手 前男友一直努力想挽回 但我始终没有同意 现在他已婚了 还是经常联系我 嗯 前男友和男神也有相似之处 是的 我和妮可关于这个梦的对话 到此告一段落 在分析中我们看到 前男友、男神、女领导在特征元素上都有共同点 和梦者关系上也有相似点 比如冲突隔阂 渴望不可及 希望和好并主动联系 梦里当男神主动坐在妮可腿上 她是窃喜的 但还是搬了两张凳子分开 而梦里 妮可和男神后来没能一起唱歌 但还是保持了联系 她也引起和雷姐男神有她的圈子 这也体现了她和前男友或女领导的当下关系 即说明妮可的内心也是希望和好 但却采取了保持巨雷的做法 至于梦中其他细节如中年妇女和小孩子等 如果我们深入探索的话 应该涉及妮可昨天和女领导或前男友的现实对话内容或现实关系有关 相信梦者只要稍加思索就能得到答案了 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们回顾一下 在这个梦中 我请梦者妮可 分别就男神 女领导 前男友 三个人的元素特征进行了提炼和对比 这就是从人物入手的解梦方式 小明来了 从人物特性入手解梦很有操作性吗 嗯 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 其分别人的特征是人类必备技能 所以人物特性入手法是非常好用的解梦方式 感觉不过瘾 还能再来一个案例吗 当然可以 下面这个梦是我自己的梦 是在2017年3月做的 当时一个晚上联系做了三个梦 醒来后 我将它们记录了下来 这些梦我分享在一个小范围的同辈督导解梦师群中 多年来我们经常在群里交流梦境 在以下这个梦的解析中 我要感谢解梦师大君和朱朱 给我的协助和启发 梦122 剩下的花生 大心 男 43岁 心理咨询师 梦一 梦见和几个朋友同事在大厅吃饭 有好几桌 各自分座 是中式餐桌 还有其他菜 我把一盘花生米吃剩没几个了 吃差不多了 他们陆续离开 我说你们吃不完的花生米 给我 别浪费 别浪费 他们答应了 一个朋友沉 来我桌 陪我坐着 我看自己盘里 还剩几颗 略有焦的花生米 勉强挑能吃的一两颗吃了 剩下很焦的 就挑出来扔在旁边 另一桌的一个女的 月 她说我们一桌的花生米 没吃完 但盘子里被我扔了垃圾了 你还要吗 我说不要了 梦二 好几个老朋友来我家 一女同学张 拉开我抽屉 翻出好多色情碟片 就问我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是很在意 梦三 一个两岁小女孩 被她妈妈带过来找我 我的小女孩玩 她很喜欢我 但是不怎么说话 一开始就会恩恩地答应 后来她跟我说 是妈妈跟我说 我刚会说话 要保护嗓子 不能多说 解析 这些梦是在一个晚上连续做的 所以大概率 彼此之间是有联系的 梦中人物有好几个 我们很容易想到的方法 就是从人物特性入手 以下是我对几个梦中人物的联想 以提取他们的特征 陈 现实中的朋友 很靠谱 诚实可信 信任和支持我 我联想到了心理界支持我 信任我的朋友 老G 他经常介绍我 主持一些公益心理讲座 每次都集结到场 夜 现实中的朋友 热心 有趣 为人做事大大勒勒 关系很广泛 是心理机构负责人 让我联想到心理界的好朋友T 以上特征 他都附和 还会给我介绍很多来访者 张 在变身 我偶尔会叫他说话注意 保护嗓子 小女孩妈妈 不认识 没有更多的感觉 想不起来像谁 孟雷两岁小女孩说的时候 我并不认同他母亲的话 我认为刚学会说话 要多鼓励孩子 自己说才好 梦里最初的成和夜 都让我联想到了心理界的朋友 这个梦让我不得不从心理学专业事件进行探索了 想到这里 我一下子毛色顿开 原来这个梦 全部是关于我在心理自行中的资访关系 花生米是我喜欢吃的 但好的可以吃 烧焦的 扔了 这是我对来访者进行初诊评估 合适地留下 而不适合地 就建议就医 或转介 我和朋友在大厅分桌吃饭 代表我和心理界朋友 各自从业 介和妻都很支持我 前一天晚上的心理聚会中 我跟大家表示 做不完的个案可以给我 大家答应了 梦里就体现为吃不完的花生可以给我 曾被业扔掉而吃不完的花生米 代表了被提拒结的个案 其说前一阵 有些个案他觉得有难度而拒结了 说要不要再去联系了 介绍给我 我表示不必了 接下来梦二和梦三中的人物 我顺利成章地联想到了我的几个来访者 几个老朋友来我家 知道我咨询室中的来访者们 我看得他们就像是朋友一样 最近有一名性格温柔 长相漂亮的 你来访者 W 我对他保持着朴素的私房情感 他与你同学张的特点是一致的 W在自行中曾好奇问过我 你的工作是否会接触到很多隐私 我对此不以为意 所以在梦中被张指出的色情蝶片 其实对应的是不可告人的隐私 两岁小女孩 让我想到刚接的一个亲子关系咨询 来访者是一名高中女生X 他不太敢说话 跟我出诊会谈的时候 眼睛一直瞟着父母 说话吞吐 后来在单独会谈中 他才说出了心声 对应梦里妈妈说孩子还小 要保护孙子不能说话 关于这一点 我在梦里也是不以为然的 梦里讲孩子不会说 应该多说多恋才对 女生X对我很信任 她的形象和心理状态 让我觉得和那个可爱的 两岁小女孩很类同 这时候我再把梦中小女孩的妈妈 和X的妈妈做对比 也发现了很多共通点 梦中的五个人 经过特征元素分析和现实联想 都找到了对应的真实人物 然后据此下手 整个事件也就呈现而出了 而且读者也会发现 即使梦中的所有人物 不必全部入手 只需要对其中一部分人物 进行分析联想 找出现实人物后 其一的人物也就自然出来了 关于人物入手法 我列了以下几句提问 具供读者参考 请你迅速用几个词来形容这个人 我不认识这个人 你能跟我介绍一下他吗 这个人在你的印象中 有哪些特点 他让你想到了什么 你和这个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根据这个人的特点 让你想到其他什么相似的人吗 这个人和你想到的其他人之间 有哪些共同点 梦既然是验证心理公事 那么遇到公事的矛盾之处 就必然是验证的重点 梦往往会在有冲突的部分 着重鼻墨而进行反复的推演 一个梦呈现在解梦式的面前 如果能抽丝剥茧 理出其中的冲突点 也是很好的入手方式 那什么是矛盾冲突呢 进攻以防守 破坏以保护 前进以后退 黑以白 善以恶 轻战 以及以这些矛盾冲突的词语 就是梦中我们需要寻找的重点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 首先是米娜贡献的梦境 她是一名社区工作者 平时很善良 很有爱心 乐于助人 梦123 小鸟和多肉 米娜 女 40岁 社区工作 梦见自己养的多肉植物 被小鸟骚扰 我想买风车赶走它们 但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买到 解析 这个梦中的冲突是什么 从梦中直接找对应的词语 找到了 是骚扰和赶走 对话就可以围绕这里展开 如果我说被骚扰 想要赶走对方 你能想到什么事情 唉 你这么说 我就想到了我的丈夫 她喜欢在外面喝酒 经常和胡逢狗友 喝得醉醺醺的回家来 如果自己蒙头大睡到也算了 但她喝醉了 就喜欢弄我 要和我上床 动作很粗鲁 我非常讨厌 但躲不开她 我想了很多办法都避不开她 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提起的冲突点 骚扰与赶走 一下子就发掘出了谜底 米娜在现实中喜欢养多肉植物 但苦疑丈夫酒后的骚扰 而无法回避 这个梦里的鸟 其实是代表男性器官的 而多肉植物的形状 很容易联想到女性器官 所以鸟骚扰多肉植物 代表的就是 米娜内心抗拒性的袭扰 尽管如此 她在梦中所用的方法 只是小小的指缝车 只能赶走小鸟 而不会伤害她 说明她并不想伤害骚扰者 只是想躲避 图子梦里就是剪刀或者枪 而不是指缝车了 在这个梦中 我们先提取了冲突点 再次对应鸟和多肉植物 可以发现游戏的精准 但如果一开始 就从鸟以多肉植物入手 婆媳梦者 就不一定会从 性的角度联想了 或者这些联想到 建议中国女性的含蓄 她可能也不会 马上就直接说出来 小明 为什么不能直接问呢 行啊 那小鸟让你想到了什么 我想到了 好吧 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个梦 同样是采取 从冲突入手的方法来解梦 梦者是一名年轻男士 迪克 这个梦发生的日期 也很有意思 是在情人节 2月14日 梦124 大狗小狗和白羊 迪克 男 25岁 商业经理 梦里我独自开车 去一个小镇旅游 停车后 打开车门 溜出去一只小狗 心想它什么时候 偷偷溜上车的 又发现右边车内有水渍 心想是它第一次坐车 晕车吐了 我下车后 发现家里的大狗也溜出来了 咬住了人家门口一只白羊 羊流血了 我赶紧叫住它回来 但它还咬着 眼睛望着我 依依不舍猎物 解析 经过仔细排查 我们发现这个梦里的冲突点 得到了猎物 放手 还是不放 你最近是否陷入 某种自我矛盾冲突中 嗯 我想到了一件事 但还不确定要不要说 这件事是与利益或感情有关 是吗 是的 确实是 你得到了 但你在纠结 要不要放手 对不对 对啊 你怎么知道的 如果你还没准备好的话 可以先不说 你愿意配合我 做一些联想吗 好的 我可以尝试一下 独自开车去小镇的理由 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自由与轻松 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小狗让你想到了什么 现实中家里养了一只大狗 小狗让我想起它小时候的样子 当时第一次带它坐车 出去它晕车 吐了 吐在车里的一滩水子 让你联想到什么 联想到 射精的液体 那大狗给你的感觉呢 这是现实家里的大狗 梦里小狗溜出车子后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大狗 小狗有什么特点呢 可爱 不按事事 小机灵 你还联想到什么 想到大狗当年还是小狗的时候 是可爱和不按事事的 但长大以后 最近发行溜出去 找母狗约会 所以让我联想到约会 那这件事让你想到什么 与现实有关的事情了吗 是的 我最近交往了一个女友 这么看来 这条大狗 你似乎联系到了自己身上 确实是 那么那条被咬的羊 让你想到了什么呢 你有属羊 狗咬住了羊 在梦里是一种什么情绪 我觉得它在攻击羊 羊没被咬死 只是被咬住控制住 我喊它停住 它在犹豫 我吓住它的时候 才抬头看着我 张开嘴 停了下来 但还按住羊 如果我解读为 你觉得对你有的交往 是对它的一种侵犯和伤害 你内心想停止这种关系 你怎么想 沉默 叹气 确实是我感觉自己 对它不是爱情 我还在想念前女友 前女友离开了我 我对现女友只是喜欢 而不是爱情 她很可爱 很温顺 属羊 愿意无条件为我付出 但我觉得对她 是有一点欺骗的 我只是想满足自己的需求 所以我内心很犹豫 是否要断绝这种关系 所以梦里大狗在犹豫 也就是你自己还在犹豫 梦里对大狗的呼喊 其实是对自己内心的呼喊 是吗 是的 你在犹豫 是否要停止 这种不道德的关系 是的 你很挣扎 嗯 那不按事事的小狗的含义 你能想明白吗 是的 那是之前的我 不按事事 不欺骗女生感情 我和前女友没有上过床 那时候的我安分守己 不会出去沾花惹草 但是原本的我就像小狗一样溜走了 现在的我长大了 我变了 像我家的大狗一样 你现在为此觉得愧疚是吗 唉 是的 我注意到了 你用了猎物这个词 是否你觉得这个女友 是被你征服的猎物 在明白梦的含义前 我不自觉地用了这个词 但现在明白后 惊讶地发现确实是的 我觉得某种意义来说 我是把你有事做我的猎物了 你觉得当下受到了良心的折磨 是的 我觉得对不起她 尽管她那么爱我 我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我很矛盾 看到这里 解梦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 你读者们先不要接着批判 渣男迪克 本书的重点是在梦的本身 我在最初的提问中 并没有明确的指向 而是采取了模糊的问法 你最近是否陷入某种 自我矛盾冲突中 对此迪克还没有完全信任我 于是采取了迂回的回答 既然梦里是猎物 那我的第二问 这件事是以利益或感情有关 是吗 则必然不会走偏 果然 迪克承认了 紧接着 我的第三问 切中要害 你得到了 但你在纠结 要不要放手 对不对 这句话抓住了梦的冲突核心 更是一下子拷问到了 迪克的灵魂深处 其实在这个时候 他已经做好了坦诚的准备 在心理防疫被解除后 我接下来挤了一些台阶 用联想法顺利地让他一步步走进真相 当然在一瞬间 我其实很冲动地想直接问 这个梦是否和爱情有关 但我还是忍住了 把透露的前例完全交给了梦者 读者可能会问我为什么敢这么确定 其实答案很简单 有一个线索很重要 这个梦是在情人节晚上做的 以上就是从矛盾冲突中 入手的解梦方式 也是比较巧妙和好用的 相信读者 稀奇品味以上两个案例后 一定会体会到其中 4. 从对比入手 梦里有时候会出现一些 同类型 但却又有区别的东西 从对比这些相同或不同点入手 也是一个很好的解梦方式 下面我举一个我自己的梦例 先和你读者说声抱歉 因为这个梦和蛇有关 还不止一条 我知道很多女性对蛇有天然的恐惧 梦125 三条不同的蛇 大心 男 43岁 心理咨询师 梦见我在一个狭窄的小弄堂里 看到在墙壁角落有一些蛇 我低头凑近了看 发现有三条 第一条是牛奶蛇 第二条是虎般静草蛇 第三条是坚吻腹蛇 和我同行的一位男性 想要去抓那条腹蛇 我一开始只是略微欠阻他 但他还是有好奇心要钻进去 我就努力地制止了他 解析 这个梦中的着眼点 无疑是三条蛇了 同类是我是 他们都是蛇 不同点是他们的种类 那么这个梦里的蛇的含义 基本就有框架了 就是说 蛇代表的是一种同类型的东西 但却有不同的特点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梦 所以我用自问自答的方式展开 从积分三条蛇的特点开始 问 三条蛇有什么不同点 答 牛奶蛇是无毒的 梦磊它很小 很可爱 颜色很鲜艳漂亮 普般禁草蛇是半毒 为什么说是半毒 是因为这种蛇虽然有毒牙 但毒牙是在喉咙深处 仅仅是用于 生吞食动物食 用于杀死和固定猎物 而并不对外攻击 就算睁大嘴巴 它的毒牙也咬不到人类 但如果你把手指 伸到它喉咙里 那么也是有中毒危险的 坚吻腹蛇是剧毒蛇 又称为五不蛇 它会主动攻击人 一旦咬上 非死即伤 问 一个是可爱 无毒无害 漂亮 一个是半毒 不主动攻击人 但过分深入会有危险 一个是剧毒 有主动的危险性 关于这些 你想到了什么 答 我想到的是 不同的攻击性 想到了人与人的区别 进而想到了 我的来访者 最近我的来访者中 有三个人 特点比较明显 第一位是可爱的小女孩 她很信任我 很容易敞开心扉 和她的会谈 让我觉得轻松而愉悦 第二位是比较保守而含蓄的中青年男子 他语言不多 表面看似温和而谦虚 常戴微笑 但其实他内心很有防备 不容易开放自己的内心 当我尝试深入探讨的时候 她表现出了很大的抗拒 第三位是一名正处在婚姻危机中的女性 她从自行一开始就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 言辞和情绪都非常激烈 她在家庭中 以丈夫和孩子的关系也较紧张 问 所以这三条蛇分别代表了这三位来访者 是的 或者也可以说是三类来访者吧 一类是没有攻击性的 一类是一般不会攻击 但深入的话会反抗 还有一类是攻击性外露的 和你同性的男子想要抓那条腹射 你怎么想 她是另一个我 在一第三位女性的咨询中 面对她的激烈情绪和滔滔不绝 我曾想要把话题方向引导一下 甚至带着好奇心 想要探索这位女士真正的内心世界 但我作为人本主义学派的咨询师 秉承的咨询风格是 以来访者为中心 在极大多数时刻 我们并不主动控制话语权 更要保留自己的好奇心 要紧紧地跟随来访者的内心动力 所以作为咨询师的我 在欠阻作为普通人的我 有一瞬间 我似乎忍不住想要出手了 但作为咨询师的中立立场 最终让我制止了这种不专业的行为 这个梦境给你什么启发呢 听心我面对不同类型的来访者 应该保持人本主义的专业态度 秉持以来访者为中心的原则 以不变应万变 不管是感觉容易的 还是不容易的 都不要善加干涉 而是相信其自身的积极力量 陪伴他们得到自身的成长和领悟 当梦中出现同一类事物 但又有明显的区别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敏锐地抓住它们 从对比后提起的不同点入手 破译梦的密码 梦126 文静和张扬 佩姬 女 31岁 公司职员 未婚 梦见自己在学校里 有两个朋友是一对情侣 一个文静 一个张扬 张扬的那个要背叛文静的 于是自己就去找张扬的 要骂他变心 但是没有找到 半路得知自己的狗走丢了 就去找狗 骂人的事情就割下了 解析 从这个梦中找同类事物的不同点 同类事物是朋友 不同点是文静和张扬 我们就从这里入手 两个不同的朋友 一个张扬 一个文静 他们有截然不同的性格 这让你想到了什么 嗯 现实中我的朋友很少 我想不到这样性格的人 你觉得在你的朋友中 没有性格是张扬或文静的 是的 那关于张扬和文静 这两个关于性格的词 让你想到了什么 我想到了自己 在别人看来 我的外表很文静 对真正的朋友 我也很文静和知书打理 但其实我的内心很张扬 我讨厌很多人 也看不起别人 你的意思是说 有两个不同性格的朋友 其实就是你不同的人格状态 对 可以这么说 那梦中的张扬背叛了文静 你觉得是指什么 是感情的背叛 我本来有个交往了多年的伴侣 但最近我似乎对另一个人有了感情 我的伴侣对我非常好 我觉得很愧疚 内心很矛盾 也很痛苦 我痛恨自己 想要把自己骂醒 所以梦中的你去骂张扬 其实是你对自己背叛的痛恨 是的 我对两个人都有感情 作为文静的我 应该回到伴侣身边 作为张扬的我 却背叛了 我很矛盾 你处在矛盾中 是的 但梦中的你 没有找到张扬 而去找狗了 你怎么想 现实中我非常喜欢狗 我养了一条狗 狗对主人很忠实 狗代表了忠实 那么梦里你的狗走丢了 代表什么呢 那就是我对感情的忠实丢了吧 狗找到了吗 还没有 你想进骂背叛 却没有找到 你想要找回忠实 也没有找到 你这么一说 我就明白了 看来我依然处在矛盾中 是的 你在矛盾中 同时梦中的你 暂时放下了 指责背叛 而尝试去找回忠实 嗯 我很容易原谅自己 我也很自私 如果在这件事中 没有人受到伤害 就最好了 这个通过对比不同点入手的节目 就告一段落了 佩基陷入了感情纠葛中 自己有背叛的想法 但又有悔意 痛恨背叛 又下不了手 想要找回忠实 却找不到 读者可能会关心 这个故事的结局 其实正如梦中发展的那样 在一个多月后 佩基还是选择了 回到最初的伴侣身边 他找回了自己的忠实 接下来我们再来一个案例 梦者是我的一名 未曾谋面的外地网友 梦127 男人假 杀了男人疾 小云 女 29岁 营业员 已婚 昨晚梦见一个男人假 杀了另一个男人习 他俩都喜欢我 假杀了以后还想杀我 我在梦里又惊又怕 已因为我而被杀 我很内疚 解析 同类事物是男人 不同点是杀人和被杀 这个梦的场景在哪里呢 野外的破屋里 感觉是家里 为什么假喜欢你 且还要杀你 因为我一直守着被杀的男人乙 不离开 屋子里还有什么 还有姨的父母 他们责怪我 因为我 他们儿子才死 你怕贾杀你吗 其实我不怕 他没杀我 他就是要我喜欢他 而我恨他 对他说要报仇之类的话 他才会想杀我 你说要报仇 是真的想 还是想下下贾 我说的是气话吧 我不敢杀人 这一刻对贾是什么感受 怪自己也恨他 觉得是自己惹的祸 梦里看到死者姨 你是什么感受 内疚和自责 如果梦可以重新来 你还会让姨被杀吗 不会 杀我可以 因为其实我不想活在内疚里 你在梦里对贾和姨的感情差别 你能分清吗 能 我是喜欢贾的 可是他杀了姨 我恨他 贾跟我睡觉了 不然他就要杀了我 对姨是亲情和内疚 经过一番询问 男人贾和男人姨的不同点 被逐步挖掘出来 贾是受害者 姨是被害者 小云对贾又爱又恨 对姨是亲情和愧疚 这个梦其实是个关于感情的焦虑梦 小云住的破屋是她的家 破屋代表家庭条件较差 姨是她丈夫 是有亲情的 小云和贾出轨了 贾喜欢她 但试图控制她 小云觉得出轨行为 对姨来说是被害者 而这件事 让小云充满内疚和自责 所以从梦的对比入手 就是以下三个步骤 首先提起梦中具有同一类型的东西 接着对比这些东西之间的不同点 最后再把这些不同点 以现实做联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